平东县万丹乡居然是有鳄鱼出没 这个月十七月上午 有民众是在一处提防 求着下方溪流发现只鳄鱼 农业局护报委托了厂商 前往把鳄鱼给捕捉上岸 根据了解这是一只凯满眼镜鳄 现场超过两公尺 而且非常凶猛 当时居然把这又不用的一整只鸡 一口吞下 农业局现在怀疑鳄鱼 很可能是从养殖场跑出来的 由于全村附近可能还有五只鳄鱼 也让当地民众相当害怕 鳄鱼中枪挣扎跳出水面 马上又潜入水底 动作迅速凶猛的攻击力 一口吞下用来诱捕的鸡 鳄鱼在水底潜伏 岸上的猎捕人员 静静的等待时机一举击中 这只鳄鱼被拖上岸 经过检视是凯门眼镜公饿 身长有207公分 重达54公斤 17号这一天 民众在万丹乡轮顶堤防 11号桥下 发现有鳄鱼出没 马上通报农业局前来捕捉 凯门眼镜饿 活动力强 而且具有攻击性 很可能是从饲养场跑出来 有民众说附近至少还有五只没有抓到 就怕顺流而下游到高平溪威胁到民众安全 这只凯门眼镜饿是被弃养或是从哪里流出还要查证 根据了解二零零六年六一二水灾时 屏东曾经有养殖场凯门眼镜饿流入东港西 直到现在还没有根除 如今高平溪流域又首度出现 鳄鱼中击 下游沿岸有农田 还有河堤步道经常有民众出入农业局也提醒务必要多加小心 记者林安平屏东报导